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陳詩詠 我是梁仙琦 正期五再跟大家報導書展消息 書展在週五及週六設有週末夜書史 部分展館會延長開放到午夜 有參試商減價、促銷貨品 也有青年人預了過千元入場掃貨 鄭仁仰報道 六設、七設 這邊甚至看到半價 週五的書展部分參試商開始蓄銷 因為想快點清火 他們對銷情都樂觀 都很理想的 也有百分百分百增長 用來買東西的青年人 預了花一千元來買東西 我想問你的預算是多少 我去三次 為了吸引更多人入場 主辦單位是週五和週六設有週末夜書史 一樓展館開放至午夜 三樓展館開放至晚上十一點 在書展開幕頭兩天 市民以正價買票入場 保留完整票尾 可以在五、六、日、晚上七點之後 免費再入場一次 而新巴、九巴這兩天會加強服務 渡海小輪也會增加班次 M21news記者鄭仁瑩報道 每年書展都吸引到不少年輕人去打工累積工作經驗 不過工時場還要體力勞動 他們又會不會覺得辛苦 蕭軟泰和青年人談過 亦有班年輕人在這裏做暑期工 做過三一 又收入 還有的是成功感 最重要都是銷售雜誌給一些學生 和不同年齡階層的人 因為很有滿足感 當你銷售到一張單位的時候 你會很開心 都比較喜歡這一類Promo的工作 而且覺得和小朋友接觸 都是覺得頗愉快的經驗 在這裏做暑期工 多數要站 對他們都是一項挑戰 因為太長時間要站 所以腳都會少少勞損 有請暑期工的參展商說 印上年輕人的魄力 雖然他們經驗不多 但做到僱主的要求 有很多事情他們都可以處理得很好 雖然他們是小時候 但可能有些甚至沒有工作經驗 但其實只要給清晰的指示 他們都可以做得很好 年輕人適合些 有活力些 還有他們回的工時長些 沒那麼容易累 一般參展商會安排 資歷救心的員工 帶著暑期工 至於明年 他們會繼續請暑期工 M41 New記者 邵源泰報道 近年政府提倡環保 不知道參展商和書迷 又會怎樣響應環保呢? 胡偉昇帶大家看看 書迷都在書展場救心頭號 他們又是否有備而來呢? 都不會買膠袋 因為有個背包可以裝著書 有啊有啊 因為環保 還有因為膠袋要付錢 亦有入場人士仍然會用膠袋? 有參展商就說 自備救物袋的入場人士 比使用膠袋的多 其實很多顧客有帶環保袋 或者他們自己有背包 有行李箱 或者在其他攤檔買書 都會有一些布袋給他們 很多渠道 大家都會得到一些環保袋 或者一些手拖行李箱 或者其實很多人現在都會戴背包 不少書商都響應交代徵費 如果書迷買書要交代 就要付5毫子 甚至更多的錢作為交代費 M21news記者胡偉聲報導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 下午同班青年人行書展 高永文喜歡看自然科學 小說和歷史書 究竟他同班青年人的 閱讀習慣有沒有分別呢? 李彩欣訪問了他們 十位年青人同高永文 邊行邊交流 哪本書好看? 原來是這本 高永文又喜歡哪本呢? 管理學上有一本書 其實可以考起我 我對管理的書基本上沒有興趣 這本是管理學上 是一本很有名的書 因為它其實是處理管理學上最重要的問題 工作那麼忙 有時間會看什麼書呢? 我喜歡看脫節一點 在現實生活裡面是沒有關係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在現實生活裡面 又要搞醫學 又要做很多繁重的責任 所以我不是很想看一些 和我們這個社會太貼近的事情 這個活動在書展期間進行 每日都有名人和青年行書展 互相交流 與動興趣 M11 News記者李卓恩報導 先休息一會 回來繼續和大家提書展消息 好嗎? 太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